太晚了 太晚了 好像是牛郎的車 這條街是沒有人的 上集說到我去了這個小樽稅族館體表演 我現在就在小樽JR站 一會就準備坐車回去雜訪 因為我接下來會在雜訪出發 比較方便我之後的行程 現在就準備坐車回雜訪找酒店 我今天會住的那間酒店 會在這個站的附近 要走大概10分鐘左右 我現在準備出雜訪了 我一會就告訴大家 我今晚住的這間酒店到底是怎樣 告訴大家 雜訪站和雜訪地鐵其實是很遙遠 我剛剛走了差不多700分鐘 才可以找到地鐵站入口 所以不像香港那樣 你可能走過對面 按就是轉車位 所以如果大家來炸房 按的時候注意一點點 JR和JR的地鐵站 跟他們的同名的地鐵站 是有一段距離的 我現在出站 因為地鐵 所以我要用這個IC卡 我就出去 還有整個冷置 可能未必是冷藍色 但是大家搭電梯 要到處找電梯 請認住黃色地下的這條線 因為基本上 跟著這條黃色地下的線 這條線 你就肯定可以找到電梯 因為它是給殘疾人用的 所以下次如果不知道電梯在哪個位置 不知道電梯在哪個位置的話 你就看著地下的線 就是看著地下黃色的線 你就應該理論上 可以找到電梯的 因為基本上 日本的設計 它們全部 所有電梯位 電梯位 就肯定是 跟黃色地下的殘障線去做的 所以理論上 有這條線的那個位置 通常都可以去電梯 到地鐵站的電梯 就是電梯的 所以下次如果不知道電梯在哪個位置 找一找地下有沒有黃色線 有黃色線就跟黃色線走 這樣就可以了 好了 我現在就出來了這個 旁野 叫什麼 這個是 風水旁野站 我現在就是 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哪裏 然後就不斷在這裏走 然後因為我在這裏拿著 拿著這支棍在拍片 所以我是看不到Google Map 變成我現在在撞著這條路 做得對不對 剛剛就是撞不中了這條路 然後就走多了一圈 所以我現在是有一種崩潰的狀態 但是好幸好我剛剛出地鐵站 很荒蕪的 我有點抹底 但是現在走著走著 又走到好像比較市區的位置 就是比較旺的位置 所以就好像個人定一點 個人定一點 所以現在應該差不多到這間酒店 哇 有些牛郎的車 牛郎車 在這裏 在這裏 先看看 看不到 唉唷 拍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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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打算拍給別人看 到底這個牛郎車 失敗 唉 現在很累 拉著這支棍 但是下次呢 我本身打算是背包來的 但是現在拖著我 我很後悔這個別人 因為 我這支棍真的很重 可能因為是 才有拉箱 就什麼東西都不停塞 所以 就越來越重 搞到 背包回來沒有拉箱 很累 我現在真的走到氣都喘 我都還沒走到 唉 真的很累 真的很累 真的 走錯了好幾條路之後 終於被我找到今晚住的地方了 來到他的 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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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卡就可以了 而且這張卡 Reception說是 出入大門也是用這張卡 因為10點後就會鎖門 所以鎖門 鎖門也是要用這張卡進去的 進入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就是我的了 Tastebar嗎? 塗完啦 裡面就是有這些 然後它裡面有這個衣服 三格 然後有這些 零 不是 早上的6點 那我就 已經醒了 那就在這裡 什麼? 準備這個梳洗 那就準備 今天會出發去的 妇娘東西 那我就要說這個 去妇娘東西的列車 那這樣 那輛車就7點41分 在雜房站上開的 那所以呢 那我現在就 要乘乘梳洗 跟著 Passage開的 然後呢 就 過我去這個搭避鐵 跟著就去妇娘東西的 就是7月8月的花海 那我今天就會去看 傅娘東西的重頭戲 就是7月8月的花海 那這樣 那現在這個 那條街是沒有人的 除了清潔車之外 除了垃圾車之外 除了垃圾車之外 我昨天過來的時候 就實在說 退劫太辛苦了 所以呢 我昨天就臨時臨急 就買了一個 買了一個袋子 然後呢 我將我會用的東西 我便放進袋子裡 那接著呢 因為今晚呢 我就會去住 這個 傅娘東西那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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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 我就 不想再拉那麽重的袋子了 那不是因為我會回房子 這樣走的時候 所以呢 那我就決定呢 昨天呢 就臨時 改我的行程 的booking 然後我就 將我本身在住 即我本身回來的時候是住第二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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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便把我最後那一天的行程呢 那間 cancel 了 就改了這間 剛好他這間就有 即他剛好他有位 所以我就把它改了這間 然後呢 我把 那個行程呢 就放在這裏 那我就想 就跟我職員說 我回來 我回來那天我就會過來拿回行程的 所以呢 我現在呢 把所有會用的東西 就全部放進去 我現在 我現在買的這個袋子裡 然後呢 就把我的行程就放在這裏 這樣 變了我現在就是 carry一個大袋 到處走 就不用拖著行程 到處走 那副娘的東西呢 由這個窄房去副娘的東西 就大概要三個多小時 或者你快的話 兩個多小時 兩個多小時 快線的話可能是 三個多小時左右 所以就變了 我過到可能都要 十點 十一點的時間 那些時間 所以就越早出發 就越早到 今天 一路走過 看到超多的牛郎店 我想說 好了 我現在到了那些站後 終於 啊 背著個袋子走 發更多 和拉著行程 走 差十萬八千里 真心 因為 行程經常都會卡住地下 地 所以呢 經常呢 走兩下都要停 走兩下就要停 真的好 終於出了來 JR 的 不 終於出了地事站 應該是說 那我現在呢 就來到這個窄房的JR 終於 然後呢 我今天的車呢 就是 41分 7點41分 就是這個 的 法房開出的 然後 到 應該九點多鐘 就會到虎樑 因為它是一個特別班次 這個班次 是 好像每年的七月份 到八月份 才 七、八月才有的 就是為了花旗的燈開的 所以就 如果大家要搭這個列車的話 就要注意 你真的要看看 到底是否有它的班次 那我因為 這個是暑假才會游來班次 所以就 會 直接就不用經過太多站 就直接不是 差不多幾個站就直接隔一段時間 如果不是 就要好像平時那些 普通的燃車 要差不多站站停 那樣 所以就大家記住 檢查清楚時間表 因為這裡 有他們的時刻表 那大家如果要 要知道的話 就記得在這個位置檢查清楚 他們的時刻表 調腳的時間 就是 我來這個 搭車 還有 整 整半小時 但是呢 吃東西又好像 又不太夠時間 那樣 那所以呢 我在想 可以做些什麼 不是啊 只是這樣看 就發現 你看 你看看後面 一天做到一個點 但是後面 就是後面 這些商場 他都還沒開的 那所以呢 嗯 我現在就 頭痛著 那是什麼 我看到有 Mr Donut which is all 我最喜歡吃的東西 就是Mr Donut 日本一定會吃的 那所以呢 我現在就打算去 Mr Donut 我買了這三個東西 這個呢 就是二十周年特別版來的 那呢 所以就 try try這個 這個 就平時會吃的 那我最後就買了這個 這個 Mr Donut 我現在呢 就吃早餐啦 然後 然後 然後呢 就準備 搭車去 這個 這個 姑娘 我去坐自由席 欸 自由席 欸 自由席 可惡啦 自由席好像沒有位 看有沒有位 沒有位 自由席 好像真的沒有位 好啊 走出來 冷拍了 冷拍了 遲得太了 首先不吃早餐 之後呢 就是吃完早餐 出來了 沒有位了 早餐遲了出門 遲了上來 然後現在放了四五 是沒有位了 那我現在要找個位置 兩個小時 走了一個圈之後呢 我終於找到一個位置 可以讓我容身到兩個小時 那就是這個車廂 最尾最尾的 在一個座椅 後面的位 那個位呢 通常呢 是被人擺行李的 那因為那個位 就沒有人擺行李啦 所以我就放進去啦 那一來呢 他就可以看到這個 外面的風景啦 二來呢 都可以看到 車廂發生什麼事的 那呢 上了車沒多久呢 其實呢 就已經看到 車長呢 開始出飛的啦 那因為這輛車呢 是特別列車來的 就是每逢暑才開出啦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基本上 所有人呢 檢查完飛之後呢 車長呢 就會給一張 期間限定的 特別車票 給每一個乘客 這個呢 就是富良野號的 特別列車票來的 那如果有興趣 去存這些票的朋友呢 那就可以留意 到底哪一架 車是屬於這些特別號呢 那就可以 等車長呢 檢查完飛之後呢 就換回一張 特別的車票給你的 那呢 在車道呢 其實都不悶的 其實這兩至三個小時的時間呢 車外的風景呢 其實是非常之美的 基本上呢 這一程車 最有特色的呢 就是它窗外的風景 這兩個小時的 站的時間呢 其實都過得幾快的 不過呢 如果大家 好像我這樣 下次會過來 這個搭這個車的話呢 就千萬不要好像我這樣 要這麼傻子 這麼遲才上車去找位 所以呢 都是奉勸大家 不要好像我這麼貪心 如果差不多的話呢 就趕快去找位先啦 好啦 那今天呢 就說到這裡啦 這次就看到這裡啦 走之前 記得Like Comment 和Subscribe我們的頻道啦 我們下支影片見啦 拜拜 拜拜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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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